用程第33期 如何運用正向行為支援 改善子女行為 教育心理服務九龍組 咚咚媽媽的煩惱 咚咚!你又將衣物、玩具、書本、功課 四圍亂放,令梳化坐不下 織布、玩具滿地都是 還有啊!你的功課和書 為何放在飯桌上? 你現在和我立即收拾 否則我罰你沒有飯吃的 媽媽,你很煩啊! 你經常都罰我 你喜歡你罰一罰 不要妨礙我看電視就行了 咚咚雖然已經是小四學生 但是和媽媽經常為了 執拾物品的問題而爭吵 每次咚咚都會大發脾氣 與媽媽對罵 或者向媽媽扔東西 媽媽最後總是沒有辦法 令到東東收拾物品 唉!我又罰又罵 都不能叫東東放好些物品 真是好頭痛啊! 日朗爸爸,你上次和學校的教育心理學家 學了一些管教子女的方法 你可不可以教下我啊? 是啊!東東媽媽 上次請教了教育心理學家莫太 他教了我一些處理日朗的情緒行為問題的方法 真是有效的 令到日朗做功課的情況改善了 不過呢,東東的情況可能有些不同 不如和莫太談談,諮詢他的意見吧! 今天,東東媽媽約了學校的教育心理學家莫太 討論東東在家裡的情緒行為問題 東東媽媽,你好! 莫太,你好! 我家裡的東東 時事都不肯收拾好些東西 我一叫他,他就會大發脾氣 亂丟些東西 真是令我很困擾啊! 你嘗試過什麼方法 叫東東聽蟲指示啊? 我嘗試過罵啦 又嘗試過罰他不好飯吃 但是都沒用的 他始終都不肯和我合作 東東媽媽,聽完你的描述 我好明白你的困難 我們可以運用正向行為支援 來改善東東問題行為 什麼是正向行為支援啊? 正向行為支援 是了解和分析孩子的行為和環境之間的關係 這個過程就稱為行為功能分析 分析之後按孩子的個別情況設計一個正向行為的介入方法 進行行為功能分析 要了解和分析背景因素 即是原因 誘發因素 即是近因 孩子作出具體行為的目的 即是行為功能 和他的行為可以帶來的後果 你認為東東最令你感到困擾的問題行為是什麼呢? 每次我叫他收拾些東西的時候 他總是會發脾氣的 要具體一點 他發脾氣的時候有什麼行為呢? 罵我啦 還有扔東西咯 這樣罵媽媽 亂丟東西 就是要處理的問題行為了 而媽媽叫他執事 就是誘發這些行為的因素了 你再想一下 東東發脾氣的後果是什麼呀? 東東發脾氣的後果 就是延遲收拾 或者不用收拾 因為他爸爸最怕我們吵架 他會盡快幫東東把所有物品收拾整齊 以免我們再吵下去 被媽媽罵 但是可以延遲收拾東西 或者讓爸爸幫忙收拾東西 自己可以繼續看電視 就是這些行為的後果了 好了 找到問題行為 有發因素和後果 我們就可以嘗試分析 問題行為背後的功能了 每種行為都有它的目的或者功能 行為背後表達出孩子的需要 如果有關的行為 能夠滿足孩子的需要 這樣就會令行為重複地出現 但發脾氣的行為會有什麼功能呢? 孩子做出問題行為 一般是為獲得或者逃避一些後果的 你認為東東的行為背後 是想得到什麼? 或者想逃避什麼呢? 東東是否想獲得關注? 獲得喜歡的活動和機會? 獲得感官刺激? 獲得一些物品? 還是他想逃避關注 逃避一些他不喜歡 或者討厭的活動和情況 又或者是逃避一些感官刺激? 我想東東應該是想逃避不喜歡的活動 而且還可以繼續看電視 就是行為的功能了 最後我們還要考慮一些背景因素 你認為東東的自我管理能力是怎樣呢? 東東的自我管理能力比較弱 他做事的組織和安排處事的優次技巧 都是比較差的 爸爸和我都要上班 我們很少機會訓練到東東收拾物品 也沒有好好地管理東東的行為和情緒 個人的生理、心理、能力和生活環境等等 都可以成為誘發問題行為的背景因素 東東本身自我管理能力較弱 東東本身自我管理能力較弱 是其中一個可能有關的背景因素 令到他不懂、不想、也不在乎去收拾物 當媽媽叫他收拾物時 然後就會誘發他發脾氣 例如罵媽媽、亂丟東西 並且逃避 繼續去做自己喜歡做的活動 雖然最後是被媽媽罵 但可以延遲收拾物 甚至令爸爸幫忙收拾物 正向行為介入方法 當全面這樣分析了東東的問題行為 找出了誘發因素、背景因素、問題行為的功能和後果 我們就可以逐步找出改善的策略了 有效的正向行為介入方法要包括 積極調節環境因素、減少誘發問題行為的因素 Proactive 給予有效的行為後果、強化目標行為 Functional 教導孩子有效的技巧和托展能力 以達到期望的行為目標 Educative 積極調節環境因素 舉例 要求東東立即停止喜歡的活動 而去做他認為較為困難的活動 容易引發他的情緒 因此 東東媽媽可以考慮以下的方法 減少東東發脾氣的誘因 預祖協議 預祖和東東相意好收拾的時間 並在協定的時間前五分鐘再給予提醒 讓他有足夠的時間調節心情 避免在他專注看電視時才提出要求 細分步驟 將收拾的步驟分拆成小目標 逐步給予指示 減低收拾的難度 提高他合作的動機 給予有效的行為後果 東東媽媽 剛才你說過 爸爸會幫東東完成撿東西的工作 其實 爸爸是應該避免替他撿東西 以免他習慣用發脾氣去解決困難 此外 我們應該正面回歸他良好的行為 嗯… 東東從來都不會立即按內要求 去收拾所有的物品 我怎會有機會去讚賞他呢? 你對東東的期望行為 是自己收拾個人物品 其實 你不應該著眼於 即刻和收拾所有物品 他有沒有試過稍遲收拾 或者收拾部分物品呢? 如果期望東東能夠出現 收拾物品的行為 只要在他稍微做到收拾的行為 就立刻給予讚賞 哪怕只是收拾一件玩具 或者一份文具 都要給予正面的肯定 除了口頭稱讚之外 你們可以和他一起訂立獎勵計劃 例如 當他一星期內 可以控制情緒 又積極執野 就給予獎勵 每個星期結算一次 教導孩子有效的技巧 和托展能力 其實我最擔心的是 他時時都發脾氣 東東用了不恰當的方法 即是發脾氣 表達自己的需要 例如想繼續看電視 不想收拾東西 我們就要想想 他需要學習什麼技巧 既能夠適當地表達想看電視的需要 又能夠遲一些收拾東西 以替代發脾氣的方法 這就是替代行為 例如 教他用說話表達需要 來取代發脾氣 如果他的情緒很激動 那怎樣處理 平日 可以教他用恰當的方法 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例如 直接說出想延遲多少時間去收拾東西 選擇洗臉或者喝杯水 來冷靜自己 此外 東東都需要學習 收拾東西的方法 例如 物品分類法 用不同的玩具箱 收納盒 和不同顏色的文件夾 放置物品 如果 東東未掌握到收拾的技巧 或者他未有信心自己收拾物品 你可以先幫助他收拾部分的物品 再請他收拾其餘的物品 又或者指示他先收拾大型的物品 再收拾較細小的物品 當他能夠掌握收拾的技巧 就可以減少輔助了 正如你所說 鬧和佛都不能有效地處理 東東的行為問題 沒有了解行為背後的原因 就很難去對證下藥了 而且經常用這些比較負面的方法 可能會影響親子關係 令到東東更加不願意跟你合作 運用正向行為支援 可以幫助你分析問題行為背後的功能 從多方面 包括預防問題行為 強化目標行為 和拓展技巧 找出改善問題行為的方法 更有效地改善問題行為 並為孩子的生活 帶來正向的改變 東東媽媽 希望今天分享的方法 可以幫到你和東東 多謝莫太你的分享 我會好好試下你提出的方法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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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